李诗峰先一后扬 任性十足 李子佳竹篮打水一场空 昨天白潇洒了 第一局 李子佳延续昨天的疯狂模式 暴力扣杀 但李诗峰有几个往前球还是非常漂亮 惹得鸡哥都给他大拇指了 第二局 李诗峰尚微拉开四五分 李子佳就开始摆烂 最后三分 简直了 直接三个揭发向往 放水之心毫不掩饰啊 就是要节省体力拼第三局了 如果是石与其这个战术 就要被骂得体无完肤了 没有斗志云云 果然第三局 李子佳的疯狂又回来了 开局大比分领先 封载危险了 但李诗峰任性可以 七比九追到只剩两分了 并九比九追平 十比九反超 鸡哥心态的崩 换边之后 李诗峰不断空往进攻 十六比十一拉开比分 落后的李子佳就不可怕了 会自爆 失误一大堆 李师傅轻松二十一点十二分 成功杀 后发志人 李师傅又把风机打回温机了 牛掰李师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 不迷路